人们常说时间是最好的药 对于曾经的恩爱夫妻张伯芝和谢霆锋来说 他们也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阴霾 勇敢地面对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问道 张伯芝小姐近来一直有传闻称 您与前夫谢霆锋有可能复婚 您对此有何回应 张伯芝听后微微一笑 她的回答令人称赞 张伯芝静静地看着记者 温和地表达出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的确 这段婚姻给我们都带来了很多伤害 但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向前看 谁会放下 哪怕有再多的过去 也可以重新开始 张伯芝用谦虚而坚定的语气 接着说道 与谢霆锋之间的感情 我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深深的亲情 我们是儿子的父母 是彼此支持与鼓励的好朋友 我们有过太多曾经的美好回忆 而这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彼此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而言 我们更希望能以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 来抚养我们的孩子 张伯芝的回答深得人心 她不仅展现了她的成熟和智慧 更让人看到了她内心深处 那份对家庭温暖和稳定的渴望 她明白 复婚并不仅仅是为了挽回曾经的感情 更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庭 回想起之前的分离和伤痛 张伯芝感叹道 每个人都有悔过和改变的机会 而我想说的是 现在是时候正是我们的过去 释放我们的心结 给予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她在话语中透露出一种勇气和嫩心的释怀 这种心态让人敬佩 无论是复婚还是离婚 人们总是倾向于过度关注其他人的私生活 但是这次 张伯芝用她的回应 给大众树立了一个积极的典范 她没有被过去的伤痛困扰 而是用平静和理智面对这个问题 她尽管经历了失败的婚姻 但她依旧保持着那份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张伯芝的回答 无疑也向人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爱是需要坚持和努力的 虽然她与谢霆锋的婚姻 曾经面临过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她并没有放弃过对幸福的追求 她在回答中还强调了 对孩子们的责任和关爱 这为众多处于离婚或分合阶段的夫妻们 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在张伯芝的回答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成长和坚强 她愿意面对过去的挫折和痛苦 努力改变自己 力求重新开始 这种积极的心态不仅能激励她自己 更能给予其他人信心和希望 如今的张伯芝已经成为了一个美丽而坚强的女性 她的回答令人钦佩 她敞开了心扉 以一种理解与接纳的态度面对过去和未来 她的回答让我们意识到 无论曾经经历过怎样的磨难 只要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 就能找到新的方向和人生的快乐 那么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张伯芝和谢霆锋的感情历程 她们相识于2001年 当时两人都是华语娱乐圈的新秀 纯真而充满朝气 她们的恋情经历了很多波折 但是她们始终坚持在一起 无论是媒体的阻挠还是外界的眼光 她们都毫不退缩地爱着对方 然而在2011年 她们的婚姻面临了最大的考验 张伯芝的出轨事件被曝光 而且还有人传言 出轨对象就是王菲 这一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 让整个娱乐圈陷入了混乱之中 而与此同时 王菲也经历了自己的感情之路 她和谢霆锋的恋情 已经是娱乐圈的佳话了 而当张伯芝的出轨事件传来时 大家都在猜测 王菲的反应会是怎样 然而她并没有选择 站在张伯芝的对立面 也没有选择报复或者炒作 相反 她选择了让时间过去 让事情自然解决 这一份宽容和大度 让人们对她的印象大为改观 也给了她和谢霆锋之间的关系 一个新的机会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冷静 张伯芝和谢霆锋最终决定复合 这一消息在娱乐圈掀起了巨大的轰动 许多人对他们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 因为他们从始至终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 没有依靠外界的眼光和舆论来左右自己的选择 而与此同时 王菲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她与谢霆锋重新建立了友情 两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彼此理解和尊重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娱乐圈 都互相支持对方 张伯芝和谢霆锋已经结婚生子 他们的婚姻生活稳定而幸福 他们以平淡的生活诠释着真正的爱情 而王菲则继续追求自己的音乐事业 在歌坛上风生水起 她的歌声依然感人心弦 令人陶醉 而她的形象也一直在娱乐圈中 保持着高度的审美价值 三人各自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没有再受到过多的干扰 他们已经找到了各自的归宿 最终实现了各自的梦想 这段感情经历让人们体会到了真正的成熟和宽容 在娱乐圈这个虚幻世界中 真正能够坚守初心的人太少了 而张伯芝 谢霆锋和王菲 就是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 他们没有被外界的评判所束缚 没有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 而是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却生活 却爱人 这份勇气和坚持也是他们最大的魅力所在 对于这三位明星来说 他们的感情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他们都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已经是一种胜利 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感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经营和珍惜的 只有懂得宽容和理解才能够走到彼此最好的结局 在娱乐圈充斥着各种绯闻和争议的时代 有一些明星总能以他们无惧世俗眼光的态度 和独立选择的生活方式成为佼佼者 他们不受外界的评判所束缚 也不受别人的意见所左右 总是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去爱人 这种勇气和坚持也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魅力所在 张博之 谢霆锋和王菲三位明星无疑是这个行业中独立而坚强的代表 在他们的感情之路上 虽然并非一帆风顺 但他们尊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已经是一种胜利 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 感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经营和珍惜的 只有懂得宽容和理解才能够走到彼此最好的结局 张博之和谢霆锋曾经是一对备受瞩目的明星情侣 他们的婚姻生活曾经充满了波折和挫折 但他们从未放弃过对彼此的爱和承诺 曾经的外界舆论中 谢霆锋被许多人认为是这段感情的华丽陪衬 但事实上 他们之间并没有像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简单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也一同经历了诸多困难和磨难 然而他们从未因为外界的眼光而妥协 始终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相爱 这种独立而勇敢的态度 让他们的感情之路更加真实而有力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爱情是需要付出和坚守的 只有经历了风雨才能得到最美的彩虹 张博之与谢霆锋的复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但张博之在这次采访中的回答却展示了他成熟和坚强的一面 他将过去的伤痛抛住脑后 用一种理性且宽容的态度面对复婚的问题 他强调了对孩子们的爱与责任 并向世人传递着积极的生活态度 张博之的回答无疑是太令人称赞的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挫折和伤痛 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并积极改变 幸福和新的开始将会在我们的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